養生偏神仙之世 未可全屋 但性命在天 或難終止 人生居世 觸徒千職 幼少之日 既有供養之勤 成立之年 便增欺奴之類 衣食之虛 公私屈翼 而望遁忌山林 超然臣子 千萬不遇一耳 家以金玉之費 卢契所需 亦非貧事所辦 學如牛毛 成如麟角 化山之下 白骨如莽 何有可遂之理 考之內教 縱使得先 終當有死 不能出世 不願乳曹專精於此 若其愛養神明 調戶氣息 甚潔起臥 君事寒暄 禁忌食隱 將耳藥物 遂其所禀 不為夭折者 無無見人 諸藥而法 不費事物也 更皆無常服懷食 年七十餘 目看細字 虛發由黑 夜中潮世 有單服杏仁 苟起 黃金 白樹 車前得意者甚多 不能 亦說耳 無常換齒 遙動欲落 飲食熱冷 皆苦疼痛 見報仆子老齒之法 早朝寇齒三百下為良 行之數日 即便平欲 經橫持之 此備小數 無損於事 亦可休也 凡欲而要 逃隱居太清芳中總路甚備 但虛精神 不可清脫 盡有王愛周在夜學服松之不得節度 常塞 而死 為要所悟者其多 賦養生者先虛率或 全身保性 由此生人厚養之 悟途養其無生也 單暴養於內而喪外 張意養於外而喪內 前賢所戒也 積康著養身之論 而以傲物受刑 時從祭福爾之爭 而以貪逆取或 往事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 不可苟稀 涉嫌未知途 甘或難知事 貪欲已傷生 禪特而致死 此君子之所悉哉 行成孝而賤賊 旅人亦而得罪 喪身已全家 敏屈而祭國 君子不救也 自亂離以來 無見名臣閒事 臨難求 生 終為不救 徒取窘辱 令人憤怒 我旁邊的知識也會有一個很大的火力 從此後 提供 我旁邊的知識也會有一個很大的火力 從此後 提供